先从好穿指数第一名的风衣说起吧 The Merch风的扩型风衣 一定是早八人不可或缺的经典单品 单门精力领设计极简耐看 激励感的面料挺厚又有骨感 今年解锁了风衣、黑丝和尖头高跟鞋的组合 复古又有女人味 随性又很有力量感 拿掉黑丝之后 搭配短裙和尖头鞋也很极简风 周末出街想要更休闲一点 也可以搭配卫衣和牛仔裤 这件是高领设计 麻花编织非常老钱 软糯的春羊毛质感上升超级舒服 米白色的上衣搭配米色的中裙 加上黑色中筒骑士靴 就是复古时髦的韩国小姐姐 换上更适合春夏的明快鹅黄色 就像连绵阴雨后的第一个晴天 让人心情愉悦 也可以搭配辣妹风的千鸟阁百折裙 俏皮又可爱 当然也可以搭配更加松垮休闲的阔形牛仔裤 妞妞女孩的针织开衫 早晨我们可以选择更轻快明亮的色彩 这件开衫手感超软 细腻柔软堪比羊绒 我搭配了轻松的工装长裤 牛峰的设计让裤型更有弧度和立体感 还可以搭配修身短款卫衣 Janny同款粉色谁能不心动 柔柔雾雾的春天专属色 CopyJanny这一身 直接搭配牛仔裤就很好看 内脸又有书卷气的藏青色 实施俏皮可爱的芭蕾风 还可以搭配同色系的格纹裙 也很抢眼 都说到30岁就会觉醒 小香风黄金和心中史 反正小香风我是先觉醒了 浪漫白金配色 零格纹的薄纱造型 像经典致敬的五号雕花纽扣 山茶花纹理的内衬 每个细节都精致到了骨子里 再搭配一条微阔型的高腰直筒牛仔裤 版型修身面料垂顺 更加收腰提臀 再加上一串珍珠项链 立刻营造出法式的慵懒优雅 也可以学习Alsa Horsk这个街拍造型 混搭工装裤和棒球帽 更加时髦运动 早上出门前实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就选择套装吧 简洁的阔型拉链夹克 挺阔的西装面料 宽肩设计很适合跟我一样的窄肩女孩 还可以系一件针织衫在腰上 增加层次刚柔并紧 上下分开搭配其他单品也非常实用 最后春夏最基础的单品T恤 这件T恤完美符合我的两大需求 面料舒服 显身材 罗纹棉感面料 高刻重 弹力强 很有质感 不显邋遢 落肩设计恰好修饰了头身笔 是一件单穿就可以让我拥有自信的基础款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咯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